同心大家好 現在要說天皇的第26天 帝國主義跟軍國主義的什麼在世代的背景 我們這個帝國主義 我們稍微要說一下 這個帝國主義 他後來申請一個主義叫做軍國主義 我們先說什麼叫做帝國主義 我們稍微定義一下 這在我們上一本的台灣國際地位正常化第一本的論文 稍微講到帝國主義 這個帝國主義主義來講 就是這些西方這些信基督教的國家 他在文藝復興之後 人家說Rinusis 之後他申請一些宗教的改革 宗教改革之後 他因為人開始改變 他人的文化開始改變 水準開始變化 人的水準開始變管之後 他要研究一些科學 後來他在科學上 他還有什麼 有一些比較大的定點之後 他還要怎麼你知道 他還開始工業革命 因為他有一些發明出來 主要是怎麼樣 我們後來講的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第一發生的所在在英國 差不多在2017 差不多20年到2017 50年的時候 開始在英國 工業革命 這個工業革命的時候 還有發生一些事情 比如說我們知道很要緊的 一些大師 你包括這個經濟學的 我們知道那個 經濟學的 算是大師 比如說亞當史密斯 他那個時候就 開始討論到 經濟的問題 現代經濟的問題 所以好像資本主義要起來 他那個時候也不叫資本主義 他就叫做 重商主義 就是我要賺錢 你知道嗎 我經濟要變好 這叫做重商主義 三人叫什麼 唯利是圖 就是要賺錢 包括 上次國王 下次平民 老百姓 大家都要賺錢 那叫做什麼 重商主義 跟我們台灣人現在一樣 台灣人也現在是重商主義 我就只要賺錢 什麼都放在後面 那叫什麼 那叫做重商主義 就是唯利是圖 叫做重商主義 這在英國那個時候 他就一個很重要的 什麼重商主義 包括性基督教 那些國家 全部都重商主義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什麼 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 什麼時候 在外面發明 蒸氣資料 他們整個 你知道嗎 整個開始 做一個 在工業上做一個革命 你知道的時候 我們專業主義 經濟 都什麼 所工業 你知道嗎 都有手工 人口的名字都有手工 你譬如說 你譬如說 一些武器 他也是用手工 來做 你譬如說做一支槍 還是做武士刀 這在日本德川母 那時候 他也要做槍 也要做跑 但是我跟你講 都用手工的 你知道嗎 大概差不多百分之八九十的 這個完成 都用手工來完成 你知道嗎 你如果用手工來做 我跟你說 效率不好 對啦 時間長 身份也高 因為身份管 你的製造量怎麼照 你就不用做多 所以 你因為用手工來做 你的技術也比較不好 你跟工業革命的時候 那些瓦特發明 蒸汽汽料液 哇 全部的事情都改變 本來 都用手工來做的 名字 現在可以用機器 日夜不停 二十四小時 他們連續製造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 你如果說 我們人 你做一件事 最多 你身體怎麼會 12點鐘 那是真的 身體好的 你如果身體 可能做不到6點鐘 你如果連續這樣做 大概6點鐘 你就要用整天 那很累 你如果 比如說 我們製造一些武器 你說製造 五四道 那一座 我告訴你 全部都會整天 你要 24點鐘在那補 你要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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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補火 你這個火 出來之後 你這個 鐵出來之後 你還要打 你打完 你還要製造 連續 連續 這樣製造 你這製造 之後 你桌子還要加工 你只要一支 要做得好 可能我看 最快 最快 差不多五六點鐘 你一天 差不多做兩支 桌而已 做武術桌 你差不多一個 比較厲害 可能一天做兩支而已 你如果用 你如果用什麼 你如果用機械的時候 不一樣 拜託 那是24點鐘做的 因為什麼 全部都用什麼 全部都用摩打 有 都用什麼 都用那個 蒸細機的原理 全部都在那製 你都不用用人力 他用什麼 他用做什麼 他用連續 鍛造的 工具都出來 那就好像什麼 好像工業革命 全部都是什麼 半手工的 半自動的 就對了 一半什麼 一半都用蒸細機 製造 他的效率 就變很高 他的生產量 就是元素的 什麼 你用手工製造的 十倍以上 哇 所以那個工業革命 是很要緊 他們西方的什麼 他們工業革命 製造能力 提升十倍以上 你就是說 一個小小的 英國 他的人口 可能 可能 差不多 八百萬而已 但是 他的工業生產能力 可能是 跟中國差不多 中國那時候 人口 差不多一億 所以他們兩個 國家 工業製造能力 差不多 你看一個小小 八百萬的 英國 製造能力 紀念到一億 中國人 你知道嗎 差不多 你看那個效率 差多少 我說只有一項就好了 以後 我說只一個 蒸細機的工業革 一些工業革 算是工業革命就好了 我們還要說一些明明 這個工業革命 出來以後 你包括要煉鐵也比較容易 那個時候開始就更 這個工 他用什麼樣的所在 第一 他用鑽子 他就變什麼 鐵甲船 還用在炮 變成什麼 鋼炮 這齁 你如果用 鑽下去做的鑽子 用炒下去做的鑽子 我告訴你 那是炒鐵到鐵 對 那個槍 那個槍 他的槍度是炒十倍以上 對 那個金本就沒炒 所以齁 他們在工業革命 以後 就有鐵 你知道嗎 算是他們 西方有鐵甲船 我們東方 什麼 全方都有什麼 全方都有木製的 用炒的 你準有也是炒 對 啊在那量和浸 我們的鑽子 這個量和浸 都會輸西方 這些工業革命的列強 工業革命的列強 主要有幾個 你知道嗎 英國 法國 荷蘭 西班牙 你包括 德國 俄羅斯這些國家 都工業化 所以 這個國家 有工業化 跟不工業化 那個實力差很多 很多 可以差十倍以上 所以你要了解說 台青 德國 這個國家 他本來也世界第一 他的GDP也世界第一 有什麼 他後來去英國和俄羅斯 分裂 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主要是 主要有這個工業革命 你要了解 有什麼工業革命 主要是 人的地勢追蹤 文明開發 變管 變管 變管之後 他的地勢和靈靈 去操縱 現代化的工業設備 各位 你要知道 你知道嗎 你現在要 操縱一個工業設備 工業設備 來講 你的水準要比較高 你不可以都沒有收這個地勢 譬如說 你這個按鈕 之後 你要做什麼樣的事情 這個機械可以做什麼事情 你要稍微收過這個教育 什麼 邏輯的教育 這個東西 下去之後 它會這樣 或是說 它相關的一些生產 你這些東西 你要知道 你要基本的什麼 這個修理的邏輯 你在那些機械會不會怎麼樣 你才會操縱 這是什麼 最基本的一個 算是它的 生產的原理就對了 所以 他們 這個西方的機 都把國家 經過的工業設備 之後 它的實力都很強十倍 十倍之後 變得很強 很強的之後 就看到什麼 你知道嗎 他就 開始要做一些 強度的行為 之後 他們主要在全球 就開始唱 人家說的爭權奪利 同的 他們西方也 全部都在爭權奪利 同的都在內戰 他也在內戰 他也在內戰 他一方面在歐洲內戰 一方面在那隊 全球唱殖民地 差不多 兩百多年的時間 他們都在做這個動作 就是什麼 殖民擴張 殖民擴張之後 它會產生利益衝突 如果利益衝突 之後要怎麼樣 就可能會戰爭 戰爭的時候 如果輸 你都割讓殖民地 就好了 一民地你扭給人 就好了 譬如說 這件法國跟你打贏 你就把殖民地扭法國 或是說這件英國打贏 你就輸了 你也不要賠款 那你只要割 你只要掛什麼 你只要掛一民地給人 就好了 他也不會要求你賠款 他主要都要什麼 主要是都什麼 殖民地的爭霸戰 大家發動戰爭的原因是什麼 主要要唱一民地 因為一民地要做什麼 殖民地上沒有什麼 第一個 殖民地上沒有豐沛的勞力 他的勞力就是努力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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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殖民地的人民 那個時代 他在過的生活 主要是努力 我們知道努力 可能要知道說 比如說 可能我們大家 因為很久 可能比較沒有體驗 但是最近還有這些事情 你比如說在鋼國 鋼國 以前是比利時的 國王的殖民地 因為這個 我們知道 鋼國這個國家 生產什麼東西 生產什麼 生產什麼 選手 還有一些貴金屬 全部都在這裡 所以 所以 他變成什麼 這個 西班牙國王的什麼 這個利益 算是民地 他就用這些人民 把他做努力 去開採什麼 鑽石 還有這些 貴金屬 這些銅 我記得 還有鐵 還有鋼 什麼都有 鋼國是一個 物產很豐富的地方 但是 但是 他的人民 他的地質水準很低 他沒有文明開發過 所以他的水準很低 所以變成說 他那個國家 有物產 但是人民 都沒有辦法利用 因為他的地質水準很低 低到一個改戰的時候 他雖然 你知道嗎 人家說會坐在黃金堆上的乞丐 就是這種 他沒有那個靈靈 去做一個工業革命 去發展他相關一些科技 包括改善他本身的行為 他沒有辦法做 所以 後面 這個鋼國 這個地方就叫什麼 比利時 因為比利時 是一個什麼 是一個工業法國的國家 就把他占領 把他擲領 他擲領 他就留在鋼國 那個地方的人民 去替什麼 開採什麼 礦石 我們可能看過一片 一部片叫什麼 叫做雪鑽石 你用去看哪一部 那是近代國在發生的 差不多這幾年還有 現在 鋼國裡面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利益 太大 所以裡面都叛軍 裡面都什麼 軍閥割據 所以 鋼國這個國家 其實是 它的物產 非常非常的豐富 那是 可能是 肥酒裡面 它的 礦產量 低了 它 它 它除了說 有鑽石藥 還有銅礦 也有錫 然後好像也有枯 然後 你差不多想 會到一些礦礦 就差不多在鋼國裡面都有 而且 我告訴你 它幾乎現在 開採量 還很低 它差不多都不在行善 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裡面的什麼 基礎設施不足 沒有人敢去裡面 去做一個採礦的動作 然後還有 當地什麼 他們的地安 很壞 全部都什麼 全部都軍閥割據 我聽說軍閥幾百 幾百團 你知道嗎 都全部在那裡割據 雖然說 有名義上 它有一個國 名義上 它有一個國家 但是 實際上 它是什麼 它是什麼 它是那個什麼 軍閥割據 就像現在跟 IS IS一樣 喔 它味道一樣 還有什麼 鎮頭來 它都會牙青的 我問你 什麼人 今天去做一些開發 什麼人敢 你看到 大家都牙青 你就怕死了 有啊 管理就在那裡 所以 他們那個國家 他們的物產 雖然就 非常豐富 沒有開採 它為什麼不開採 帝安實在太壞了 所以沒有辦法開採 雖然說 它的物產 非常的豐富 我說 你身不夠的 什麼樣的名義 都在港國屋 但是 港國人民的 這個文明所謂 實在太低 它低到連一個國家 就走不起來 你知道 內民也 你什麼咪咪咪咪咪 這樣大家 你知道 軍法格局 各自為政 所以那個國家 變成無材料無名的 發展 現在一個 在全世界 裡面也算一個問題 對 啊 內民都什麼 內民都恐怖主義 現在 港國是亂到這樣 啊 這個 這個原因 這就是比利時 你殖民的時候 他用 他用那個很壞很壞的政策 就是什麼 奴隸制 他用羅列制度 用羅列制度 去羅列那個地方的人民 那叫做什麼 他叫做典型的帝國主義 嘿 帝國主義的什麼 來民的殖民 殖民主義 他帝國主義 來民還有一個什麼 他還有一個專門 你自己一名 殖民剝削 主要他在做的工具 什麼殖民剝削 我覺得那是帝國主義 來民算最壞的 你包括那個西班牙 帝國做的 和比利時差不多 好 我覺得這兩個國家 在殖民的歷史上 都很凹大 根本就沒有一個好的 你知道嗎 都沒有一個好的 好的 算說 計較好的歷史 對 給醫藥的人紀念 所以這兩個國家 是做得有夠壞的 比利時 跟這個西班牙 他們那一名的 一名的歷史上的紀錄有夠壞 啊 全球你一名 做得最好 應該算英國跟法國 嘿嘿 做得最好 我們 我們第一部分的時候 我們有說到這些名字 我就不再說了 反正這就是什麼 這叫做帝國主義 他主要什麼 要幫你做一名 啊一名之後 他要做第二名的工作 很要緊的 他要幫你努力 啊 叫你去什麼 發展農業還是礦業 啊他為什麼要叫你發展農 農 他的農業跟礦業 什麼樣的原因 第一 農業跟礦業比較簡單 你齁 全部都沒有特色的人 你也要做農夫 你全部都沒有受教養的人 你齁 現在你也要去做什麼 做這個 礦工的工人 你完全不用受什麼訓練 你這裡有鐵籃 你會做路 你齁 就要農業生產 跟什麼 跟這個生工去 然後去跟我採礦 所以他們去這個 他們這個帝國主義的列強 主要要什麼 要農產跟礦產 這就是他們的主要的目的 他為什麼要農 農產跟礦產 因為他要運回他的母國去加工 因為什麼 他們在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缺什麼東西 各位缺什麼東西 缺原料 因為他記憶 二十四點鐘在加工 我問一下 他的生產量很大 沒問題 但是我們又卡到一個問題 他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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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竟生產量 沒有 他的本國的生產量 不夠 所以他要去國外去找市場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找這個原物料回來 你知道嗎 用鑽子 運回來 自己的母國做什麼 做加工 因為什麼 他們要發展工業 因為他們在工業革命 所以 你要知道這個工業革命 重商主義 和這個殖民經濟 三個是有什麼 鐵三角的關係 這是什麼 他整個都連帶 我再說一件 很要緊的 工業革命之後 他就要什麼 他就要圓圓了對不對 他就要去找 這個殖民地 所以這個工業革命 跟什麼 跟這個殖民剝削 有直接的關係 對 他要去找一面 去幫助他們農業跟工業的生產 你把這個殖民地的農業跟工業生產 沒有 這個農業跟礦業生產 這些東西 後來你要運回去英國裡面做加工 所以工業革命 導致必然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殖民剝削 他要給你濟人 要給你露勒 要給你白色 之後 我問你 他做這件事主要的目的要做什麼 對 重商主義 因為他要賺錢 因為這個工業平 製造出來 之後你要怎麼樣 你主要目的要做什麼 第一你就要改善你人民的生活 這是第一行好的 第二人要做什麼 要做洋槍大砲 要什麼 要來唱土地 你知道的意思嗎 所以我跟你說 工業革命 就是要怎麼拿去不好的地方 要去做什麼 做洋槍大砲 跟什麼 鐵甲船 因為你 這個工業革命 我們在說的 瓦特發明 蒸氣機 還有什麼 還有更體 還有一些什麼 連續鑄造的一些技 一些技術全部都出來 就是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 你拿到農產 跟礦產的時候 你炎回來 你的祚哥做 вдent 加快的時候 我問你 你要加快什麼 你 build a compr. 喝 What Google 我覺得你要加快什麼 我想加沒有 洋槍大砲 鐵甲船 我要做這個 那種想法 我要與北ggak國cer 住了解ホ�� 你要唱這麼大的土地 les沒 Graph的 自煎 我這個農業 和礦業生產量 就越來越 Prov 農業和礦業生產量 越來越高的時候 我的工業怎麼可以持續擴大 我這個國力會越來越強 所以這就是工業革命所導致於什麼 必然的什麼 殖民剝削 殖民剝削最後的目的是什麼 第一 重商主義 就是我要賺錢 要怎麼賺錢 同樣的 非常簡單 你有兩項 你把你的商品 賣給人民 賣給外國 你都賺錢 這是比較正當的 這就是重商主義 結到正當的 另外一種比較不正當的是什麼 發展洋槍大砲 然後鐵甲船 怎麼樣 去跟他們唱 去跟吉他比較好好的人唱 或是比較好好的地方 對 侵略 你把他侵略之後 你的三成什麼 你的三成什麼 你的三成 第一 別人會怎麼 割地 還有賠款 你就會賺錢 一樣 你也會賺錢 所以說簡單的 工業革命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賺錢 賺錢有什麼 一個合法 一個非法 我告訴你 西方列強兩項都做 合法的 合法的情依也要賺 沒有合法的情依也要賺就對了 他全部都要賺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帝國主義 這就是電信的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 為什麼是帝國主義 我剛才說的那個 你知道喔 工業革命 殖民剝削 再來重商主義 這就是我們在說的什麼帝國主義 他在用的什麼 這個 三套思維 你要記得工業革命 殖民剝削 還有什麼 重商主義 這三項 主要就是什麼 帝國主義的什麼 核心思想 所以你能看到 所有帝國主義的國家 全部都採取這個模式 就是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之後 要跟人家搶土地 叫做殖民剝削 要跟人家搶土地 要跟人家搶土地 要搶土地 要搶土地 農產跟礦產 然後他把這些農產跟礦 礦產運動在自己的母國做工業加工 工業加工之後 這些產品要做 如果這些產品要做什麼 很簡單 你如果設定好的時候 生意好做的 你去製造一些商品 你知道嗎 改善經濟生活 行鎖賺錢 這就像資本主義一樣 另外一種是什麼 我如果市場賣 價錢賣的時候 你知道意思嗎 民剝商品不好賣的時候 我跟你說 我製造一個什麼 洋槍大砲 鐵甲船 我準備發動下一場戰爭 我要跟人家搶 我要賺錢 你知道意思嗎 這叫做重商主義 所以你要知道什麼是 地國主義 地國主義已經搶起來 地的是什麼名字 就是這三項 工業革命 殖民剝削 再來是什麼 重商主義 這三個都黏起來 一直你做這些循環 主要要做什麼 要把國家的力量往上抬 國家的力量你知道嗎 就是它的國力它要提升 就像我們現在要提升GDP一樣 差不多一樣的意思 它為什麼要提升GDP 因為準備要發動戰爭 準備要怎麼防止下一場戰爭 就是說你的國力如果越強的時候 越沒人敢跟你做賤 這為帝國主義都要提升GDP的原因 它就要提升它的什麼工業製造能力 還有什麼 人民的追蹤 所以我還會說一個 帝國主義有好的方便 它真的有好的方便 它最沒有開始文明開發 它有賣的地方也有 它把人民做賤 這就是它賣的地方 所以這叫做什麼 叫做帝國主義 在帝國主義 它一般都是它比較威權 人家說的中央極權 然後也有一點封建 因為 你知道我們人類一些社會在過渡階段 它是怎麼 慢慢過渡 它不是說一個這樣 一個就全部都跳起來 不是這樣 它是怎麼 慢慢來 慢慢改變 所以這個帝國主義是所有我們現在 全球的 列強的過渡階段 這個帝國主義 你要以後 用這些帝國主義的列強 後面都變成什麼 你知道 都變成什麼 主權國家 因為 因為我們要知道一個屬性 就說你要變成一個主權國家 之前你的經濟 包括你人民的組織 都要做改變 你這個人民的經濟跟組織 你做改變的時候 你一定要過渡這個階段 你才有辦法變成主權國家 不然你要做主權國家是有困難 所以你看一個 現在全球所有的主權國家 以前都要戰爭過 我就要說這個帝國主義跟軍國主義 到底是怎麼來的 我先把帝國主義這個名字先說 再來接軍國主義 這樣你們看你們才清楚 什麼是軍國主義 軍國主義就是在帝國主義來的 這個軍國主義就是什麼 帝國主義的加強版 他 比帝國主義所用的方法更激烈 更加厚更加鄉 我等一下說什麼是軍國主義 我先說帝國主義 因為帝國主義你就覺得很鄉 我還說更鄉的是軍國主義 那就是帝國主義的什麼改良版 精進版 他的阿帝 帝國主義料以來變成什麼 變成軍國主義 那看起來更惡 你要先知道有帝國主義這個 屬性料以來 你才知道說帝國主義的 缺點在那裡 哪裡還可以改良 後來就變成軍國主義 那軍國主義就比帝國主義更加鄉 尤其在軍事上 差不多全民皆兵 那看起來更惡 那也是這個帝國主義 裡面加幾個名字 就變成軍國主義 我們說的一個民 說的什麼 說的民族主義 民族主義你聽到嗎 就是說我這個民族我不能求 他還會再加什麼民族主義 然後加上全民皆兵 所以這個人民 你如果年輕的 你如果有財政 你都要戰爭 就好像 你準備要什麼 準備要為到這個國家 去上戰場 去驅逐達魯 那個意思就對了 所以軍國主義怎麼樣 就是帝國主義的改良版 國比較歐國比較鄉 所以 帝國主義最鄉的 裡面最鄉的 就是這個軍國主義 啊這個軍國主義 就是主要什麼人你贏的 我們日本你贏的 啊 還有帝國你贏的 你怎麼說這兩個國家 是典型的軍國主義 這是比較實際的 所以我要介紹說什麼是軍國主義 啊到底他背後在想什麼 因為我 因為我們日本就是什麼 那個時候 台日本立國 沒有這什麼 日本國什麼 他們實際的政策就是什麼 就是軍國主義 對 他所有的經濟 包括他所有的發展 就是什麼 為了什麼 準備下一場戰爭的勝利 叫做軍國主義 喔 所以喔 這個美國 美國更快把軍國主義 都被毀毀掉 他們說你們這 是太 你們這日本實在太可怕了 欸 你們就整天 你們就 整天 就打到來 裡面都要想戰爭而已 你這樣不行 所以整天都把你改掉 啊 你要知道他 歷史的發展 就是要在地國主義 開始講 就是有地國主義 才有軍國主義的 因為喔 我們日本也在看 我們也在觀察 欸 這個地國主義好像不錯 啊 我日本也要拿來改良 你知道嗎 因為你要記得 日本人在改良的名字 是世界一流的啦 這個地國主義齁 這些 一些原理喔 叫日本 吸收了他 他叫 換來日本了他 看地國主義什麼名字 他也比較黑 那黑的了他又改良 改良 改良就變成 軍國主義 所以你要知道 你如果沒有地國主義齁 我們日本也沒有軍國主義啦 因為那是什麼 地國主義的什麼 改良版 對 他要改 改 改做適合我們日本的什麼 地國主義 所以你知道 日本的 日本的地國主義 就是什麼就是軍國主義 因為他跟改良過 喔 改良過 喔 那日本這麼黑 你知道意思嗎 啊 再來喔 那個 那個 西特勒也看到 喔 這個這樣 哇 真好啊 你知道西特勒的軍國主義在哪裡 所以 他 很大部分 那是 那種日本的 他就看到 哇 日本這麼黑 尤其什麼日俄 日俄戰爭 他就看到日本很黑 哇 怎麼厲害啊 這什麼 這就是什麼 帝國主義的 第一件的 改良版在哪裡 在我們日本的軍國主義 喔 那軍國主義就真的黑 真的厲害啊 我會稍微說 他對這個全世界文明的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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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國主義反正 不管如何 他就在全球開始擴張 那他擴張的時 齁 我跟你說啦 你那個時候 主要怎麼樣 你所有國家都怎麼樣 採取 帝國主義的國家 都要跟人家戰爭 什麼事情 很簡單 你如果無法決定 很要緊的 你先發動戰爭 啊 重點 你要打贏 你 你準備什麼 要發動戰爭 用軍頭部來 來解決 我們的問題 什麼樣的關係 因為那些都厲害衝突 那一邊全部都是厲害關係 他跟你說的是厲害關係 沒有跟你說感情 你知道的意思嗎 厲害關係啦 你如果說到厲害關係 純粹厲害關係 不講正合法理 那就是戰爭 對 帝國主義說的就是這個 帝國主義說的就是 完全的厲害關係 人家說的就是 重商主義 我就只要賺錢 我不管用人家的手段 我就是要賺錢 這叫什麼 重商主義 所以這個 重商主義 是帝國主義的什麼 核心思想 我就要賺錢 我想辦法 就要撈一點好處 所以這個 你怎麼老 合法的去做生理 我跟你說 生理不一定都賺錢 如果生理你賺的時候 我整個發動戰爭比較快 你知道的意思嗎 所以 採取帝國主義的國家 他怎麼樣 他在經濟好的時候 他就要好好做生理 經濟賺的時候 他都要共唱 像海菜 你知道嗎 像海商 我們之前給你介紹 什麼叫做海商 他就是海商的心態 就是海 就是海菜的心態 我現在 如果生理好做的時候 我就要賺錢了 我就要用這個 什麼 用商品跟模型 開始賺錢了 我現在 如果市場都沒有理事的時候 我只要怎麼樣 我只要說 我要變海菜來唱 對啊 準備要唱 那也要賺錢了 對不對 那還不用本的 因為我現在都傳好 因為我這個紙納好好 本來都要去人家唱 因為我這是什麼 我這是武裝商傳 我都去人家唱 什麼人唱的 哇 你知道意思嗎 這就是什麼 帝國主義來面 什麼 重商主義 他就什麼主要賺錢 主要賺錢 所以法例 對他來說不好 他就像要賺錢 把錢 把利益放在什麼 第一位 這就是帝國主義的心態 我就賺錢 我就要賺錢 我就要得到利益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帝國主義的核心思想 所以你要知道 採取帝國主義的國家都在戰爭 他如果看到什麼 有機可蹭 他就要來 他就要來給他蹭 你知道嗎 都什麼都要給他打油 你如果一直在做這些行為的時候 你一定會跟人家發行戰爭 所以他歐洲的列強 為什麼一直在那邊打 一直在那邊打 管他就在那邊 都跟什麼 都跟這個帝國主義用的 這個什麼 我們你說的工業革命 殖民剝削 還有重商主義 有絕對的關係 就是這個在鐵三角裡面循環 所以他就一直鑑定 一直鑑定 一直鑑定 再來這個美國獨立戰爭之後的國戶啊 那個華盛頓啊 他就 他就把所有美國人做一個告誡 我們美國人絕對不可以介入歐洲 那些列強的一些事務 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這裡面都厲害關係 完全沒有你說 完全都你說什麼 說重商主義的事情 都你說利害關係 完全什麼偏離上帝的教訓 所以我要說真的 為什麼帝國主義這國家都姓基督教 結果都去跟唱 這就是他們的帝國主義 所以他帝國主義那個時候的勢力 靈駕過於他的基督教 所以你能看到 那個帝國主義的軍 全部都姓基督教 結果都在跟唱 這就是我們說的這個帝國主義 那個時候帝國主義的思想 是靈駕於什麼 這個什麼 這個什麼 靈駕於租款 所以這樣一直鑑定 一直鑑定 一直鑑定 這個美國的國父 這個華盛頓 他知道這些帝國主義 列強在採取的方法 所以他怎麼 他跟他的子孫告誡 千萬不要去關什麼 關歐洲的事情 因為那裡一定會戰亂 你不能去關 你如果一支手剩下 我告訴你 你會整個叫自己 所以他的告誡 那個時候是對的 他在獨立戰爭之後 他就跟美國人都告誡 我們四億以後 你們都不能去炒後 這個事情 完全相信這樣是對的 因為再來百萬年 美國沒有什麼戰爭 什麼關係 他不要去管歐洲列強 他們做什麼工作 他們好像要做他們的工作 我告訴你 這有一個什麼 這有一個時代背景 那時候在帝國主義的時代 我告訴你 你這個國家要導致 一定要戰爭 你沒辦法用法理 沒有人要跟你說法理 什麼叫法理 我沒辦法 你用軍頭部跟我說 打贏才來說 所以那個時候 你的殖民地 還是說你比較弱小的國家 你要獨立 你只有唯一一種方法 叫做什麼 武力抗爭 勇烈的軍事人 這個軍 這個軍事武力 對這個帝國主義的列強做抗爭 你如果抗爭的贏 我告訴你 你就要獨立 第一個獨立的國家 成功是什麼人 就是這個北美十三周 英國人的獨立戰爭 就是華盛頓 那個背 英國人起來擺 說我不要想理 大英帝國流行的關係 我要獨立 成為一個國家 這個有成功以外 剩下的都失敗 所以這個美國就立下一個典範 你殖民地 如果要獨立 你就要發動戰爭 我告訴你 這叫做我們後面 你說的人民武裝戰爭 人民的起義戰爭 這跟什麼 這跟毛澤東所採用的方法 或是說越南的革命 全部都有關係 他們就是什麼 人民武裝鬥爭 他就是要起來到這些殖民列強病就對了 要爭取他既有的權利 那叫做人民武裝鬥爭 這人民武裝鬥爭的主要思想在哪裡來 在北美十三座的獨立戰爭來 人有什麼人有成功 人也是人民組的 北美十三座 你說華盛頓組的軍隊在哪裡來 也是都在人民來的 這就是什麼全球最好的典範 人民武裝鬥爭 在哪裡來 在北美十三座的獨立戰爭 我會英雄全世界 美國的獨立戰爭 是真的跟全世界人民說一件事 你如果要得到你的什麼管理 你要自己去 你知道嗎 主張你的權利 你要主張你的管理 你要承認 我有那個人權 我要勝利一個國家 這就是什麼 北美十三座獨立戰爭 有全世界一個什麼 很大很大的什麼影響 那個北美十三座革命 成功了以後 影響到歐洲 包括法國大革命 也受這個什麼 美國獨立戰爭的影響 他的什麼法王路易斯 在哪裡 向客戶獨頭 這就是帝國主義 要瓦解的第一個聲響 就是什麼 北美的獨立戰爭 廖以後 為什麼人民都會來反這個國家 他什麼看法 他都跟這個 北美十三座獨立戰爭 美國的獨立戰爭有關係 由人民所造成的這個 政府和國家來反這個政敵 這是美國立下的典喚 所以那時候全世界廖以後 所有的人民都向美國 他叫什麼人民武裝鬥爭 差不多一樣的意思 好 我們知道這是一個 帝國主義時代背景後 就是說一句事 那個時候就是用 軍頭部來解決問題 你不要說什麼法理 法理其實說我 在那個時代沒有什麼路應 就是你 先打而已才來講 你知道意思嗎 打而已我們才來簽調 那個時候主要就是這樣 先用軍頭部來解決問題 打而已我們才來講 或是你打輸的時候 你才來跟我說 你知道意思嗎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那個時候 帝國主義在他們的方法 帝國主義主要是 主要是大幾個國家 就是我們知道的 英國法國荷蘭到西班牙帝國 主要這四個 還加上一個國家美國 他也稍稍有這個情況 他不是沒有他也有 因為包括 美國裡面也有鷹派 他自己裡面也有鷹派 這個鷹派也要怕什麼 他也要怕帝國主義 不是 美國裡面 也是要怕帝國主義的人 不是沒有 因為那個時候 北美十三州 剛才獨立的時候 他也有建議說 華盛頓你去做一個方帝 你知道意思嗎 他把華盛頓建議說 華盛頓你不如在我們 北美十三州 你來做一個方帝 你知道嗎 但是華盛頓沒有 所以人為什麼說華盛頓是國務 因為人要邀請他做方帝 他沒有 他說我不會 我是上帝的主義 我哪能夠做方帝 你知道意思嗎 我是由人民所見出來的領袖 我哪有可能自己去做方帝 再來他就自己偏偷摸 卸甲規田 在那種地都穩定下來 他就卸甲規田 回去做農夫 你知道嗎 這就是他 你知道嗎 最偉大的地方 他怎麼 管理人去放下去 他說我要回來做農夫 我這個國家是什麼 是屬於上帝的 由人民來完成我這個國家的政治 你知道嗎 這個國家是上帝 這叫做租款國家 你要記喔 租款國家 這個 他的租款 這個國家 你知道嗎 最高最高的所有權 不是屬於人民的 是屬於上帝的 你知道意思嗎 那叫做租款國家 所以我跟你說 租款國家是一個什麼 一個你知道嗎 至高的理想 那就是什麼人說的上帝國 你知道嗎 就是什麼 他會完全符全 什麼 就是美國總統的聖經 那就是什麼 那就是租款 他就說我這個國家 屬於上帝 你知道嗎 我屬於上帝的國家 任何人都不可以 給我剝奪掉 因為我這個國家 是在什麼 我這個國家是在天上 你知道意思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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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做租款 我這個國家的租款 在上帝那裡 那叫做租款國家 所以你要知道 美國總統 他在地的聖經 租 租租公 他要做什麼 他要做上帝的租民 到底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說美國這個國家 是屬於上帝的 是屬於神的 不是屬於個人所有的 你要記得 租款國家是屬於什麼 屬於上帝的 不屬於任何一個人 也不屬於美國總統 也不屬於美國國位 是屬於上帝的 那叫做租款國家 現在差不多租款國家 都相信這點 他們的上面還有一個上帝 你看 你看 英國魯皇上面也有一個上帝 對啊 你看看 連英國女皇都不屬於他自己的 你不要想過這個問題 連英國女皇都不屬於他的 你知道意思嗎 都不屬於自己 都屬於上帝 你說日本天皇是不是屬於上帝 也是啊 不然你看看他每年 每年都在做祭祀 你看看他一年 我們日本天皇一年 差不多有20個節慶 他一年 年頭跟年月都在做什麼 都在競天 都在競神 你都去看日本天皇 所做的一些行為 你看看 這樣日本天皇也相信說 在日本天皇上面還有一個神 所以他在做祭祀的工作 欸我問你 日本天皇你做祭祀 我問你啊 他要祭祀什麼 他要祭祀自己 不是吧 總是他上面還有一個人 那叫做神 講的簡單就是這樣 就是這叫做主權國家 所有的主權國家都一定什麼 相信在我們人類頭上還有一個神 那叫做主權國家 那我這個國家怎麼樣 不屬於我自己所有 是我屬於什麼 屬於神所有 那就是什麼神的國 叫做什麼主權國家 啊這包括美國也這樣 我現在說的是現在 他這個 美國也一樣 他也是主權國家 我們日本也是主權國家 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我們這個國家的主權 並不屬於我們人類所有 也不屬於天皇 也不屬於美國 屬於什麼 屬於上帝所有 所以我們在 所以以後的政治要走的時候 都要什麼 都要收上帝的法律 那叫做主權 你如果有主權來處理我們的問題 用天地法來處理我們的問題 那叫做主權國家 所以我說主權國家 有相關的法律 有 你如果要看完全的 你去看聖經 會對於亞蘇吉祖說的那些話 就是主權 我這個上 他說的那些話 都是主權的什麼 核心要義 你如果沒有了解 你能去聽聖經裡面 說的這些信用 裡面的師父音 看他在說什麼 我這個在主權精神 我本身裡面 我就介紹過 他這個主權的什麼 相關的訴訟 你如果要了解 你能去聽 那很要緊 你要知道什麼是主權 好 這樣我們把這個 帝國主義 在那個時候 在工業化革命之後 他在專求 佔很多市民地 他那時候 專求百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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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 土地都有這些什麼 帝國主義的列強佔了 所以我說那個時候 我們最嚴重的事情 帝國主義 都要贊領全球 對 帝國主義這個日平 都沒有自由 他是叫做索伯 那如果殖民地的人民 是什麼 是叫做壓破 叫人壓榨的對象 他叫做殖民地的什麼 努力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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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們現在 回回來 我們亞洲的 亞洲 我們亞洲的 正敵 因為你要記得 我們為什麼叫亞洲 為什麼叫亞洲 因為我們的皮膚都有 你看 亞洲有一個特色 皮膚都是黃的 因為我們的 租生比較快 你包括我們台灣人的 我們台灣人的 租生 日本人的租生 你包括中國人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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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人 他們租生的來源 都在哪裡 都在印尼 中南半島那裡 所以我們的租生 以前就躲在哪裡 躲在以前 我們現在印尼 中南半島這個地方 這麼繞繞 用北平 你知道嗎 整個都拖起來 後來 因為這個 文化 國中的 不 算說都不一樣 後來變成 不一樣的族群 才去做 不一樣的國家 因為 為什麼我們皮膚都黃的 我們在黨 還在皮膚都黃的 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我們以前 一樣的祖先 因為那些祖先 皮膚黃的 所以生的 我們也皮膚黃的 為什麼叫 歐美的白人 因為什麼 因為 他們的祖先 都白人種的 白肉的 所以他們 才變成 你知道嗎 白人 我們知道什麼 亞洲這裡都黃人 黃種人 我們的神 說我們 這個 亞洲 跟歐洲 的區別 就是我們的皮膚 皮膚是黃的 黃種人 我們的 亞洲 在 台青 一開始的時候 差不多 1800年 大概在 這個 差不多乾隆 乾隆那個 時代 全世界最強的 一個國家 是哪一個 台青 台青 那個時候很強 對 啊 只是他卡到一個問題 他沒有工業革命 對 他沒有工業革命 他沒有什麼 他沒有文明開發 他沒有改革 他還有一個什麼 他還有一個 中央集權的什麼 封建制度 所以很落後 他沒有工業革命 人民的地質水準也很低 但是不管如果 他那時候 他農業經濟來說 傳統的農業經濟來說 他是世界一流的強國 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 大清帝國 你如果他農業的經濟來說 他確實是強國 第一 他的人口所 第二個 他的農業的生產量 因為你要記得 農業經濟 我們最重要的什麼 人口數 拼人口的 人口越多 你想你動員的什麼 你的兵力越多 你跟人很多也比較不會輸 所以我跟你講 這就是農業國家一個特色 對什麼 人口數要多 因為你人口數多的時候 你能種更多餐 你種到財產的時候 你的糧食的生產量越高 你糧食的生產量越高的時候 你都持越多孩子 這就是一個循環 所以你如果採取農業經濟的國家 你的孩子會生一命 你的人口數會爆增 這就是我們說的農業經濟 農業經濟就是 它最重要的產物是什麼 人口 我就是飯吃會飽 我就要生孩子就對了 一直生一直生 哇 像你生鳥處那燉就對了 反正農業經濟就是主要要生孩子就對了 對啦 人家說的吃飽出手感 就是這個 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 那叫做農業經濟 所以中國今天的人口數有什麼14億 那就是農業經濟啊 當期間都你農業經濟 都你拼人口數啦 但是我跟你說 那真的有問題 我們現在這個工業革命以後以後用的 不是人口數 是人的組織 你知道嗎 因為現在所有的 製造完全不靠人力 完全都靠機械 我問你 要你機械齁齁 你帶你這個名字 你如果要設計 或是要算說一些緣化 我問你 你敢靠你人 敢靠你人多就好 不是 你要靠什麼 第一 你要靠人的組織 精英教育 第二個是什麼 你就是要什麼 你就要很好的一個教育 精英教育你聽到有沒有 我們不要生多 我們生兩個就好了 兩個或三個 我們好好教育 以前在農業經濟的時候 拜託 那一個婦人 現在生也10個以上 那10個都算什麼 我跟你說 基本款 你一個婦人 就要生10個 這樣你在農業經濟你就成功 那個主要你做什麼 人口的複利動作 這方面 他們這個台青帝國做得不錯 所以他的人口所一直拖一直拖 我聽說 拖到前農業的時候 他的人口所破壞一億 跟這個家慶年間的時候 人口差不多2億多 你知道他 頂而很恐怖 頂而他差不多 他這個中國在他人口爆發期的時候 他採取這個農業經濟熱力 你知道嗎 每30年人口加一倍 差不多平均30年 人口所多一倍 這個女生就是懷孕懷孕懷孕 再懷孕 時間到就是要大部分生孩子 大部分生孩子 就是這樣 女生好像女生 就是要生孩子就對了 這就是什麼 典型的農業經濟 就是大清帝國採取的方便 農業經濟 所以不管如果人家做得很成功 他在農業經濟這點做得很成功 他的人口所真的很多 這個人口所很多 他的國家理論很強 所以在1800年 普遍社會 還有你採取農業經濟的時尊 他的國家力量最強 你把他戰爭打面 什麼說他的人很多 他都用人海戰術把你淹不死 你知道的意思嗎 你說你一萬人起來 我告訴你我一堆人把你圍起來 一直打一直打 把你打到你彈盡兩節 我跟你說你就叫我淹掉了 這叫做人海戰術 人為什麼這樣做 因為我告訴你 他的人口所多 所以我告訴你 他那時候國家理論很強 也沒有人敢看見 但是在工業革命之後 完全都不一樣 因為那時候全世界那些 列強的帝國主義 全部都什麼 全部都工業化革命過 他們的是什麼 洋槍大炮鐵甲船 你敢打他打而已 我告訴你 你其實都父親而已 為什麼 因為他們全部都拿捕青 全部都大炮 你如果要洋槍跟他打人 都鐵甲船 你根本打不贏 所以後來 他這個大清帝國 叫門戶洞開 那時候大清帝國很強 我們想說大清帝國 他在亞洲 你知道嗎 包括在全世界來說 世界第一 所以那個時候 大清帝國 世界第一的時候 沒有人敢求我們亞洲 你知道意思嗎 沒有人敢對我們亞洲人 什麼非分之想 尤其我們當亞洲的 我們這個大清帝國的 聖功業的番組 你包括外南 他的以前叫安南 你包括泰國 包括緬甸 西藏 還有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 這個 蒙國 朝鮮 你知道這 這 這 全部都是大清帝國的 什麼 這個 番組國 還是什麼 知名地 你知道的意思嗎 就是說 大清帝國 有一個時間很強 強到 都沒有人敢去 旁邊這些 周邊國家 都想什麼 都想這個 大清帝國的保護 所以沒有人敢向你求 我們亞洲大人 什麼人 大清帝國 因為他的什麼 農業經濟很厲害 喔 人口所 在前農業 要破一億 在家庭 年間的時候 破兩億 好 再來就一直 一直 接著 他的人口所 都沒有在減 一直增加 一直增加 他這個 國家厲害 他要增加 人口所 人口的十八出手感 這個國家最厲害 大清帝國 和中國 這個國家厲害 他在生殖能力上 世界 我們人類 我們來說是 白妙得到 他這方面的貢獻 世界第一 但是他對文明 沒有貢獻 他對我們人類 人的 人口數有貢獻 所以這個國家 也不是一無四處 他也有優點 就是很厲害 但是他也有一個 一個點 生生都不敢 都造成白人的問題 就是這個 什麼 這個大清帝國的特色 但是不管是 人在那時候 在前農業 那時候很強 大清帝國的 前農是很強 那時候是世界 一直有的國家 我們以國力來說 但是他的 人民的水準很低 但是 我們 但是又說一個問題 他為什麼 是國力第一 因為人口數 農業 生產力很高 沒有人敢看他 因為 他那個時候 人口數破一億 破一個億 那時候 歐洲 列強 人口數最多 法國 好像也沒有到兩千萬 在前農的時代 中國 他的 人口數怎麼破一億 一億以上 所以他的國家 力量很強 如果在農業 農業 這個農業 主要的經濟 來說 所以 我們歐洲的時候 沒有人敢求 那些 帝國主義的列強 都不敢 包括也不敢 對我們日本 黨手 到一個時候 很要緊 我們來說 叫做鴉片戰爭 這個兩次的鴉片戰爭 在1842年 1943年開始 補發料以後 兩件的鴉片戰爭農輸 到18 好像 1960年 又一件 第二次鴉片戰爭 第二次鴉片戰爭 之後還接一個太平天國 哇 整個大清帝國都唯一 我才沒救了 夫人間 你知道嗎 我們夫人間是 阿州有大人 現在夫人間都沒有大人 你知道那個意思嗎 那個大人 你知道嗎 像 圓圓的頭腳 就是 就是大清帝國的末路 這個大清帝國末路 對阿州的震滴 是什麼 是一個衝擊 你知道嗎 算是一個 很大很大的 算是 這個算是震撼 因為我們阿州 沒大人 是啊 這個國立最強的道理 我問你 第二次換什麼人的道理 換日本的道理 日本我們道理 什麼那種 因為 日本的國立 大清帝國的 差不多八分之一 如果大清帝國的 打下去 我問你下一個 打下去什麼 就是日本 所以我說 明治天皇起來 衛星 我們明治 衛星的 主要為什麼會 明治衛星 我們前面 章節也說過 我沒說 我就沒說了 因為我講過了 你只要去聽前面的章節 什麼叫做明治衛星 有什麼叫做明治衛星 有什麼叫明治衛星 主要這個明治衛星之後 我們就跟 這個 我們台日本帝國 就跟台清帝國 怎麼樣 就怎麼樣 就交錯過 叫做 夾舞海戰 我們夾舞戰 我們夾舞戰爭 我們後來打贏 因為前後 他都打一年 我們後來打贏 打贏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 日本的想法 是這樣 因為這個 台清帝國很好 非常好 他不管 如果 他 雖然說 雖然說 他現在已經打下去了 但是 他有一個 油點 他的經濟能力很好 他這個國家很好 因為 中國什麼 地大物博 這是一個屬性 他的主要 我說 中國這個國家 如果自己 看起來 他自己在裡面的生活 他不需要人家幫忙 你知道嗎 他都鎖國 他裡面什麼東西都有 但是我們日本沒有鎖國 我們日本鎖國就是 因為我們沒延遇了 中國什麼都有 這他的油點 地大物博 這真的他的油點 這就是很屬性 他很好 這也是一個屬性 中國人最利害 就是他們只好 他們有資料好 因為他們的條件好 他的本身 他那個 你知道人家說的天使 他的地利很好 這他的油點 人家說是在位 他的人口也很多 所以他只要 每一個中 他只要每一個中 各人捐一兩 那就怕四人了 一個人都給你 訪憲一兩就好了 你一億 如果四億人口 怕四億就四億了 你知道嗎 四億兩了 你知道嗎 你四億兩多 開不了 所以 人口所 只有人口所的好處 坐的好處 我們這個 假如戰爭打了 他一樣 我們主要 最要緊的 倒不是得到台灣 不是得到台灣 因為台灣 那時候是賠錢貨 了錢 台灣那時候 大日本帝國 天皇帝國 在首帝的時候 是了解的 我們後面會說 我們差不多第四分 我們現在說 台灣的問題 賠錢貨 重點 這個大日本帝國 整個都 媒婚起來的 一個條 叫什麼 叫做下關條 人家說的 罵關條 這個罵關條 裡面很要緊 很要緊的 賠款兩億兩的白銀 我告訴你 兩億兩的白銀 是什麼樣的概念 那個時候 全世界最好的 最好的鎮 鐵甲件 差不多定員 正員 那種 它那種等級的 就是差不多 排水量7千噸 到1萬噸 到1萬噸 那最好的鎮 直接差不多 兩百萬兩 全配 就是包括這個 武器和彈料 都給你配到全 兩百萬兩 這個 兩 這個兩 算是兩億兩百億的概念 你只要買 這個 定員和政員 只要買100隻 哇 你只要組全球全球最強 最強的艦隊 你知道的意思嗎 喔 所以這個兩億兩的白銀 是一個巨款 你知道的意思嗎 啊 這個齁 台日本帝國 跟台青帝國 就協議說 我知道你的國家很好 那你的國家都找下去了 你知道的意思嗎 他也告訴你 你一定下去了 啊 你現在要向他侵略了 他北邊有俄羅斯帝國 要向你侵略 南平有大英帝國 要向你侵略 你叫這兩 你齁 叫這兩大牆 一夾三 我告訴你 你台的 你台青帝國 你會 你 你 我告訴你 你大青帝國會看台 你如果倒下去 要換日本 但是 你台青帝國很好起來 你這件要賠我很多錢 你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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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些錢賠我 我來發展什麼 準備 我來幫你保護 你知道意思嗎 差不多的意思 所以我告訴你 日清的下官 下 這個下官條約 是 我告訴你 我們黃種人的命運的交代 我們現在 現在有大人 大人什麼人 不是你台青帝國 是我台日本帝國 我現在 我現在照你 我現在 我大日本帝國 我老大 我來照顧你這個什麼 你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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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青帝國 因為我告訴你 我們那個時候 台青帝國 跟 台日本帝國 都快要亡國了 都要亡國了 你聽說 那帝國主義的 列強都要給我們侵略 北平是俄羅斯帝國 拜託 那很強的 那是陸軍強國 世界第一個 陸軍強國 是你知道俄羅斯帝國 那是最壞的 還有最壞的 你知道嗎 我告訴你 他不只的六軍強 他還有主要什麼 他的侵略的意志 作戰的意志很強 你知道他意思嗎 他敢跟你割生死 敢後敢跟你拔 他不怕就對了 你知道嗎 他敢了 所以他的六軍強 還敢 這就是俄羅斯帝國 那個時候很強 他是六軍的什麼 一國 就是什麼 俄羅斯帝國 那如果我們這個 南平是大英帝國 你就知道 他的海軍很強 那時候 全世界海軍最強的 就是大英帝國 這個大英帝國的海 他的海軍外共 你知道嗎 他世 我告訴你 他所有海軍的量 是後面 所有國家 加加起來之後 又輸他的 就是他 是世界第一 他的頓位 差不多超過百分之五十 至六十 就是全世界 從哪都加加起來 都輸大英帝國 還輸他 輸他 所以 所以在 邊海前 頭上沒有人 有得贏大英帝國 因為他世界第一 他的海軍世界第一 他的六軍也很強 差不多白世界 差不多 第二第一 跟俄羅斯帝國 你唱 這個 你看 我們這個 台日本帝國 跟台青帝國 面對的一個狀 的狀況 是什麼 北邊有俄羅斯帝國 南邊有大英帝國 一個是路上 一個是海上 隨時要把我們瓜分掉 把我們拆掉 你知道的意思嗎 我們要怎麼樣 我告訴我們 我們台日本帝國 跟台青帝國聯保 你台青帝國有錢 我這件跟你打贏 麻煩你錢給我 軍備我替你出 你知道的意思嗎 我替你保護 你知道的意思嗎 所以我跟你說 這個日清下官條約 為什麼賠款這麼多 賠款兩 你知道嗎 兩億兩百億 我告訴你 這兩億兩百億 我們的天皇怎麼行 我跟你說 百分之八十五 都發展軍備 我什麼樣的原因 我替你台青帝國 你怎麼撞起來 我告訴你 真的事情 他們台青帝國 都很好 沒有不對 但是他們的錢都賀不開 他們都拿去哪裡 拿去燒儀和園 受到貪圖 再拿去吃條 你知道的意思嗎 沒有發展軍備 你喔 照理說 我們亞洲 已經發現一個 很大很大的問題 人家帝國主義 這些列強 都要把我們侵略的時候 你既然還有那個 他們的時間 你知道的意思嗎 把錢拿去一些 我沒有路營的所存 我說 你台青帝國的錢 都把它收起來 都收起來 我台日本帝國 我要贏 你知道嗎 我要贏的隊 我要贏的發展軍備 所以我們台日本帝國 為什麼這麼厲害 跟這個下官條有關 因為這個 兩億兩百億 兩億兩百億 貫進去日本 我說 那個時候 日本的稅收 一年 一年差不多 三 我記得 差不多三千萬兩 三千萬兩 三千萬兩 一個日本 一年的稅收 差不多三千萬兩 你收得對 你負連甘 拿到什麼 兩億兩百億 你看那是一個巨款 差不多 我們七年的國家預算 我們把這些錢 都拿去哪裡 發展軍備 為什麼 我告訴你 要準備下一場戰爭 他是哪一場戰爭 日俄戰爭 我告訴你 這個日俄戰爭 下面我一個章節 我告訴你 那就是 這個北方的俄 這個北方的俄羅斯帝國 對台清帝國贏心 我們台日本帝國 為什麼 對台清帝國 抖這千萬 什麼樣的原因 跟這個下官條約協議有關 說我鐵立黨 你聽我說的意思嗎 你把錢給我 準備我來鐵立發展 你知道嗎 我日本鐵立發展軍備 因為我這方面很厲害 因為什麼 因為日本 他需要什麼軍國主義 但是台清帝國有錢 這樣你把錢給我 準備我鐵立發展 你如果發生事情 我告訴你 你這個台清帝國 抖我台日本帝國 我一定幫你保護 你要記得 日清的下官條約是什麼 是一個協 你知道嗎 是一個聯保的協約 你台清帝國把錢給我 我來發展軍備 所以你看看 這個兩 這個兩 一兩的白衣營 主要都用在哪裡 用在軍備擴張 85% 都用在什麼 都用在軍備擴張 主要做什麼 帝國主義 要來侵略什麼 大清帝國 跟我們大日本帝國 跟我們亞洲 對 所以我們要保護什麼 保護我們這個 防禪門的血脈 我們不能讓我們別調 你知道的意思嗎 尤其是 北方的俄 這個北方的俄羅斯帝國 是很厚的 他們都跟種族大屠殺 他們是什麼人的兄弟 他們是陳吉思安的兄弟 那陳吉思安是很厚的 他們以前把中國人 種族大屠殺 這件 俄羅斯帝國 真的把大清帝國 跌了以後 我告訴你 種族大屠殺 走對台 中國要死 差不多一半的人 我們為了說 我們不可以 我們不可以 這個經營發生 所以 這個 台清帝國 跟台日本帝國 做協議 說你大清帝國 把錢還 我來發展軍備 我替你 擋清理就對了 我擋得來 你一定沒有在調 但是你有錢 這樣你錢給我 因為 因為 你 台清帝國 把這條錢 借我台日本帝國 我來發展軍備 你如果發生事情 我幫你擋 所以我跟你說 後面 有什麼日俄戰爭 就是 俄羅斯帝國 這支手 要 剩進去 台清帝國 現在 台日本帝國 什麼 黑洞 那叫做日俄戰爭 我們等一下就會說到 好 好 再來就是 佳武海戰料理 台清帝國 跟台日本帝國 兩個就好 因為你知道嗎 連包 所以有一段時間 他們 台清帝國 跟台日本帝國 在下 在下 下官條的料理 他們的鑑定變得很好 那時候 很多留學生 他們 大清帝國的留學生 都帶來 帶來 我們大日本帝國 來做學生 你譬如說 我們說的幾個名字 非常有名 這個包括 宋教人 汪精衛 胡漢明 陳其美 顏錫山 孫傳芳 蔡厄 蔣介石 一枚 那就是 大清帝國 派去 日本的留學生 他們 他們 他們本來是 地人修 現在怎麼變得這麼好 那什麼 他們好改 他們好改 你聽到嗎 就是說 日本跟這個 台清帝國做 好改 你這個 你這個 台清帝國 如果發生問題 有人要幫你稱讚 我大日本帝國 我幫你保護 變成說 他說 台清帝國 是什麼 台日本帝國的保護國 這個下官條 你會看 為什麼要賠款 2億 2百億 賠款 結果 他們兩個 這兩個國家的感情 變得這麼好 台清帝國跟 台日本帝國 鑑定 怎麼會變得這麼好 你知道的意思嗎 原英就在這裡 他們很多留學生都照 一直不能留學 我們剛才說的這裡 宋教人 汪精衛 金蓋 全都走 什麼叫原英 原英就在這裡 所以我說 你們 像你們 台灣人 國民黨的 歷史 全部都嫁 這真 你知道的意思嗎 就是白銀 他為什麼要賠2億 我們大日本帝國 拿到這兩億兩的白銀 都去做什麼 發展軍備 因為主要要做什麼 要打下一場戰爭 與日俄戰爭 你如果沒有這個 兩億兩的白銀 賠款 我們這個日俄戰爭 我們也賠命 因為我們沒有錢 我們沒有資源 台日本帝國 他沒有資源 日本這個國家 你知道嗎 有多數 他沒有資源 他沒有資源 他沒有錢 但是什麼人有錢 台青帝國有錢 他都給日本錢 日本對工業革命 他都沒有問題 對他們來說 問題比較小 所以日本在發展工業比較快 他發展更快 就是說 我們有一段時間 台青帝國和台日本帝國的感情 非常好 非常好 因為我們現在聯保 大清帝國和大日本帝國 現在聯保 你如果大清帝國發生問題 我台日本一定會幫你救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什麼 這就像密約 一定說好的 你如果發生事情 我現在我走 他什麼看 中國和日本 日本 他的文化上 他長期間都有在來用 我這就不介紹 我天王的前面 我們前面的幾個章節 都不介紹過 日本的文化 他這個文化在哪裡來 在中國的什麼 漢朝和唐朝來 漢唐 所以跟中國 也有什麼 有文化上的關係 所以 其實說的是 日本和中國的感情還不錯 實際上也不說多壞 因為 畢竟日本的文化來源 在中國來 就是漢朝和唐朝來 所以 實際上 這張 這張 戰爭就是什麼 這個 台青帝國的名字 交給 台日本帝國解報 這叫做什麼 這叫做下官條 這個下官條的 你要看有 包括 他們這個 台青帝國 就很多留學生 他們後面都走到日本 留學 這裏後的留 這裏後回來的 留日的一些 一些 學生 都變成影響這個 中國 政治裡面最要緊的一筆 尤其什麼人 你知道 宋 宋教人 汪精衛 延期三 和 蔣介石 你看看 這都影響到 中國的政治 都什麼人背影 日本 其實都跟日本有關 你說 政府跟中國也跟日本有關 所以 為什麼 後面都會 來我們 日本 這也是有關 好 我們歐洲的白人 稍微說一下 他們 我們聽到一個 叫做種族媚蟹 其實 全世界 每個人做種族 媚蟹 如果做種族 種族媚蟹 主要像 第一個做的 在列書上的紀錄就是 陳底世安 種族媚蟹 第二個 有紀錄的是 歐媚的白人 影響基督教 各種種族媚蟹 你包括在北美 印第安人 他也叫種族媚蟹 南美 南美洲的印第安人 也叫種族媚蟹 非洲 有一些 反抗很激烈的部落 也叫種族媚蟹 所以我跟你說 一件事 你如果說種族媚蟹 你就要說到 歐媚的白人 歐媚什麼 白人我們來奔 主要是什麼 西班牙帝國 我們再說過 那是最厚的 那族都跟種族媚蟹 所以不是所有白人都很會 你 你要稍微把它奔 最厚的是 跟西班牙帝國 那就是真的 那就是種族媚蟹 那如果算是 比較好 比較不一樣 種族媚蟹跟殖民 算是比較好的 我們比較好的殖民主義 就是英國和荷蘭 這個倒還沒有說 做到種族媚蟹 但是他不是都沒有 還是有 也是有的 就是沒有說 那麼嚴重 沒有說那麼嚴重 尤其這個什麼西班牙帝國 他說這個 美洲的原住民 說這個 那個哥倫布是一個惡魔 我告訴你 因為哥倫布不是發現新大陸 對美洲的原住民來說 那是一個痛苦 什麼看的原因 他們那裡美洲 都叫種種族大屠殺 都什麼人印起來 都跟這個哥倫布有關 因為他發現新大陸 那個新大陸 人家說的是 原住民走在那裡 不用你發現 你是外來的侵略者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哥倫布是侵略者 人家叫做惡魔 什麼看的原因 因為就是 就是 哥倫布 他跟歐洲的白人 都印在美洲 產生什麼 種族大屠殺 我問你 美國有沒有種族大屠殺 印第安人 實際上有 這就是歷史的屬實 這不再要改 你有台就有台 包括英國的政府 有沒有種族大屠殺 加拿大的印第安人 也有 最後他們都到 你知道 他們後面 加拿大和英國的政府 都向印第安人 道歉 因為真的 李書雄 真的有做 真的有做這樣的事情 他們跟種族大屠殺 但是你要記 喔 在那個時候 這個種族大屠殺的消息 有傳進去大清帝國和 台日本的地國嗎 有 他們那時候 你做種族大屠殺 你怎麼說 你包括 美國的種族大屠殺 英國的種族大屠殺 西班牙的 中國的種族大屠殺 我要說 全部都傳進去 大清帝國和日本 我問你 你說這兩個國家的人民 怎麼都不怕 你們都不知道 這這麼大的事情 拜託 這太幾億人了 這麼大的事情 怎麼都傳進去 有啊 其實都傳進去日本 到這個 到這個中國 他們都知道 你們這些都知道 都知道 種族大屠殺 都什麼人做的 都白人做 所以你 要記得 這個大清帝國 到台日本帝國 為什麼要聯合起來 因為不需要 種族滅絕 所以我們 是智慧戰鬥 你聽到有沒有 其實那些都侵略者 什麼歐美帝國主義 你包括美國 那些都侵略者 在那個時候 你要站在 台日本帝國 跟台清帝 他們帝國 什麼 立場你去想問題 是這個 那些白人 全部都什麼 全部都侵略者 這是什麼 這是一個 立書的屬性 所以你 要記得 為什麼下關 條約 大清帝國 要配合 台日本帝國 兩億兩的白人 兩億兩的白人 我們台日本帝國 那些人去做什麼 擴張軍備 為什麼要擴張軍備 因為補給阿舅 補給阿舅的安斷 最基本的 你不要被種族滅絕 我們日本如果 空起來的時候 沒人敢求我們 黃金 你知道嗎 最沒被種族滅絕 你聽他說 台清帝國 你的問題 我台日本帝國 我們後面就說 有日俄戰爭 這就是 台清帝國 跟台日本帝國 兩個聯合起來 之後他怎麼 對抗這個白人 俄羅斯帝國 的一個 什麼 反侵略行為 我們後面會說 所以我告訴他 他們 他們 那些白人 現在在 什麼 在下關條約 那個時代 他們在做什麼 做種族滅絕 嘿 他 這姓基督 九個國家都 你做種族滅絕的工作 你包括在 美酒 你包括在 這個什麼 你全部在 非酒 你做種族滅絕的工作 還有什麼 還有販賣奴隸 美國那些黑人怎麼來 那也屬實 那也都販賣人口來的 他們現在美國 百分之二十人口 是黑人怎麼來的 那也都叫 全部叫 在 非洲 叫人 你知道 叫人 賣去美酒 啊 他們怎麼來 他們是不是叫 黑做的白人 拆去賣 沒有 現在 美國那些人怎麼來 那就是 奴隸 就是什麼 販賣奴隸 販賣奴隸 所以你要 記得說 美國的黑人 有什麼那麼多 拜託 以前他們的 祖先是六年 全部叫什麼人 買過來 叫那些黑白白人買過 在那些非洲用紙 把它拆過 再去美國做黑 再去美國做黑女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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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實際上 他們 黑白那個時候 那些人 那些帝國主義 列強 讓我們亞洲很怕 真的 我們很怕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 台日本帝國很怕 因為他們都踩出種族媚絕 哇 那很夭壽 我說的是我們 尤其 台日本帝國 什麼姓佛教 佛教都說族媚 哇 這說的是 所以那時候 台日本帝國 很討厭 黑媚 什麼 帝國主義列強 非常討厭 我們 台日本帝國 我們也把這個 歐媚 帝國主義 整個都給亂 我們現在要改良 我們現在要改良 這個 帝國主義 要改良什麼 比帝國主義 國家鄉 國家鄉 什麼軍國主義 這個軍國主義 真的就是鄉 他主要比帝國主義 國家鄉 他主要發展所有的 經濟主要的目的 都什麼 要發動戰爭 那叫做軍國主義 所以它是一個什麼 完全的軍工複合體 軍事跟它的經濟 怎麼結合 我發展經濟的目的 就是要為了什麼 軍事上的準備 要發動戰爭 這在哪裡開始 在下官條約的意義 就開始了 因為我們去拿到什麼 大清帝國的 兩億兩億白銀的賠款 都拿來做什麼 軍備政賽 我們就怎麼 去做軍事 去做什麼 去做大袍 去訓練什麼 新式的軍隊開辦軍工廠 做什麼 做造船廠 我們主要要做什麼 開始準備什麼 要怎麼 要算發動戰爭 準備下一場戰爭 為下一場戰爭而準備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軍國主義 因為你要記得 什麼叫做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 他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重商主義 我主要要賺錢 賺錢有合法的 跟那個規法的 合法的就是合法去做生理 市場也不錯 那如果規法的 總共是怎麼 我來唱 所以這個帝國主義 主義的目的是為了錢 但是我跟你說 國民國主義的目的 完全都不一樣 他不是為了錢 他是為了什麼 軍事勝利 他的目標只有一個 就是帝國主義的第二項 你知道我準備要來什麼 準備要來人唱 我用唱也好 還是說 我算說 我算說我一樣唱 還是說 我主要怎麼 這場戰爭我要打贏就對了 不管如何 我以戰爭打贏為主要的目的 來發展我的經濟 那叫做軍國主義 所以這個軍國主義 所有的準備 你包括他的經濟 文化 屬性 國民 他的唯一 目標就是什麼 軍事勝利 我要發動 戰爭 贏得戰爭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軍國 這就是什麼 在帝國主義的什麼 改良版 我們稍後再說一下 下一個章節 我們要討論什麼 日本國的軍國主義 我們把這裡的問題 叫最正式公開 到底有什麼 因為 還有一點說 我們這個章節最主要的地方 是什麼 下關條約賠款 2億2百0 主要都去做 都去軍備競賽 要去走軍國主義的道路 所以我們日本 在台日本 帝國天皇 明治維新 我們就走軍國主義的道路 有什麼 我們日本會走軍國主義 因為我們 我們 當期間 我們的政治 都什麼人在看的 都無事在看的 所以我們走軍主政府 所以我們走軍國主義的道路 很簡單 因為我們這個 日本的 政體本來就是 軍主政府 就可以看的 本來就是很適合 發電軍國主義 不然你要發電什麼 你知道嗎 你如果要發電 軍國主義 全世界 最容易的一個國家就是日本 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 因為 他當期間是 無事 就要發一個政權 所以 日本要什麼 要用軍國主義 我說很簡單 你如果軍國主義 要到日本 富然很簡單 我說 架手就輕 很簡單 我說 因為我們的文化 當期間 就跟軍人 下去發 所以 自然會怕軍國主義 你不用發他 你知道嗎 所以為什麼 美國對日本 這麼提防 戰鬥 要把他壓七十年 什麼樣的原因 那就怕說 他軍國主義的火 整個都倒下了 因為 日本這個國家 非常容易走 軍國主義的道路 他如果認為他有危機的時候 他所有的日本人 都要整個去 他就做軍國主義 我不會跟你騙 這個國家就是這樣 他的文化 我了解 他如果覺得他有危險的時候 受到威脅的時候 民主要消滅的時候 他就自然做軍國主義 因為什麼樣的原因 他是一個什麼 軍事政府 日本會比較的政府 日本國 他本身就是什麼 你怎麼有軍事政府 他回去 他拜託 這個文化一定一兩千年 你說要發改就改 那麼簡單 你說真的就這麼簡單 自由民族 不簡單 所以你要了解 日本的文化 他的本質是什麼 他的本質就很適合發展軍國主義 就是 帝國主義 他的剩下的分支 就是軍國主義 對我們下一張說的 日本國的軍國主義 那就是真的惡 非常惡 他所有的錢 你知道他有什麼 國家的威省超過百萬錢 60都發展軍備 準備什麼的發動戰爭 他所有的經濟的設計 就是為了要發動什麼 下一場戰爭的準備 因為什麼他是軍人下去發的政治 對 叫做什麼軍事政府 所以我們要了解什麼 幕府的歷史 還有什麼武士的傳統 這樣你如果知道 幕府的傳統跟武士的傳統的時候 你改遷這個軍國主義的時候 你就非常容易了解 你就覺得說 日本為什麼會走軍 為什麼會走軍國主義 你如果知道日本的福人間怎麼會去 我們在柯本以前查國民黨的 柯本的時候都跟我們說 日本是一個軍國主義 對 他的軍國主義是怎麼來 我跟你講 很簡單 因為日本這個國家 本來就是 我跟你講 他本來就是軍國主義 早就是了 連昌幕府的時候 日本就怕軍國主義 一定怕幾千年了 所以日本為什麼會怕軍國主義 那就是歷史上的必然 你還有什麼好懷疑 日本這個 這個台日本國 他什麼政府 日本國 他本來就是軍國主義 這樣發到白 他本來就是軍國主義 在連昌幕府那個時候就開始了 四丁幕府 德川幕府 這個 日本國 這都一脈相承的 都什麼人你看的 都武士 都什麼人的兄弟 騰元氏 平氏 元氏的後裔 全部都武士 他天皇做中心 的一個什麼 一個什麼軍國主義的集團 所以你要說 日本為什麼 在國民黨的 課本給我們教學 都說日本是軍國主義 不然日本都壞人 不是 是日本 他那個國家的制度 本來就是 說我是軍國主義的制度 所以 因為這個 日本人看到帝國主義 之後他稍微改良 就變成軍國主義 因為他本來就是 所以 我跟你講 日本為什麼 這個日本國 我現在不是說天皇 是 會把這個政府 日本國為什麼 要怕軍國主義 因為他本來就很適合 人家說的 天時 地利 人和 合起來之後 他就把地國主義 還怎樣 改良過 改良做什麼 適合我們日本的 帝國主義 叫做什麼 軍國主義 所以你要 日本國的軍國主義 他的前身是誰 兩項 第一就是什麼 他幕府 跟武士的傳統 他本來就是軍事政府 第二個 他把這個 歐美帝國主義 拿來改良 因為我們記得 日本是很容易改良的 他改過的名字 都比人更厲害 比人更厲害 比人更厲害 比人更多 歐美帝國主義 把它合起來 在日本做改良 結合之後 變成什麼 日本國的軍國主義 所以你要知道 日本國的軍國主義 是在哪裡來的 他的文化上 也一樣的 他不要相承 都一樣好的 還是說 長期我們的文化 所以我說 日本很適合 發展軍國主義 日本國非常適合 發展軍國主義 因為他本來就是 他本來就是那個地 我說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你一回我就了解 你現在如果要開車 你如果要開小客車 你現在如果要開到 我問你 你可不可以開連結車 其實你稍微再學一下 你就要開連結車 那不困難 你如果要開小貨車來說 你要開連結車 我很容易 其實也沒有很困難 因為你本來就是開車的地 你稍微再學一下 你稍微再學一下 你要開連結車 很簡單 我這樣說 就是說 日本本來就是在什麼 軍主政府 軍人都在法的政府 現在看到 看到 帝國主義 用的 用的 用的方法 我告訴你 我日本看到 我就在那裡 我稍微再改良一下 變成日本國的軍國主義 因為他本來就是軍主政府 軍人在法的政府 叫做什麼 日本國的政府 我稍微再改良一下 就變成什麼 日本國軍國主義 這樣你要了解什麼 日本國軍國主義的 來源 這個帝國主義的 時代背景 產生日本國的軍國主義 因為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我們要說的就是 軍國主義 開始要對抗這個帝國主義 所以 有什麼 後來 日本 帝國 跟義大利 要結盟 做 著心國 原因也跟這個軍國主義有關 因為什麼 要對抗英美的帝國主義 因為英美的這個方法 是什麼 帝國主義 要什麼 要做一個對抗 這就是什麼 我們天皇 第26章 你說的 什麼 帝國主義 跟日本國的軍國主義 時代背景 這樣我們 第26章就這樣 謝謝各位